Hello! 我們再走多一點就見到這間慶州元祖豆漿 而且是1956年 很多年歷史 馬上進去試試好不好喝 進門口就脫鞋 然後上來這裡就有小桌子 店舖除了有節目被採訪過 還有很多宣名 每個菜單都是很懷舊的 首先會看到大豆粽 但應該是慶州的特色豆醬 就有分A B C 裡面也有一些例如芝麻 楓糖 而我們現在就點了A的糯米餅 之後裡面也全部都是一些大豆的製品 有冷麵 湯 而這邊就是辣湯等等 最後還有一些豆腐渣餅 還有這個冷石花菜豆湯 因為這個也是沒見過的 所以我們待會也點這個來試試吧 最後就是飲品類 現在我們要試吃這個冷的石花菜豆湯 我是不知道什麼叫石花菜 但我就攪一攪 哇 看上去好像舉若麵一樣 還有它也有很多麵 好 那我先試一口齋湯 它寫這個麵名是一個低潔量的麵 所以如果你是高血糖的人士吃的話 其實也不麻煩 它不是打到爛掉那種豆漿 它是還有一點微粒在 但是它現在不是平常喝的甜豆漿味 所以有一點不太接受到 好 先試一下麵 它麵是沒有味道的 所以全靠這個湯去令它加一點點味道 現在就試一下湯加麵 我覺得是比較好吃的 但是不是我喜歡的味道 不是沒有味道 你就是不好吃的人 不會有味道的 但因為它這個豆漿那麼出名 所以我覺得也要來試一下 這一本就是它的熱大豆粥 它裡面的材料有豆粥、黑芝麻、黑豆、蜂蜜和糯米糕 看到已經攪了一些芝麻上來 那我就先攪勻它 哇 這裡有很多材料 而且它是熱的 它這個豆湯也是有點火粒感 不是很豆漿液體的那種 然後它的調味方面也沒有什麼味道 它不會是甜豆漿 也不是鹹豆漿 那我現在就試一下它裡面的糯米糕 就像你之前在大休吃的那家豆品店的糯米糰子 這個就像沒有芝麻粒在外面的 煎刀然後就浸在這個湯裡 它的煙韌也挺好吃的 我覺得如果在這個湯上面 你自己再加一些糖或者鹽 你看看你喜歡吃鹹還是吃甜 再加下去就會更好吃的 如果想知道韓國有什麼好玩好吃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拜拜 拜拜 拜拜